等很久了 因为它建筑制造好像是建筑制造还没下来 30多位民众聚集在市民火候中心 走近一看 墙壁油漆斑驳 部分钢筋裸露 大楼因为结构安全有疑虑 8月封管整修 那你这样基隆市几乎都没有场地 可以让一些年长者 或者喜好运动人来运动 我们那个运动场地是很多跑步的 只是他们今天都在上班没有过来 那因为我们是跳舞的 我们跳舞有60几个 前后架起来大概100多位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 就是说有一个好的政策或好的配思 政府未警告知就直接封管 下方的市立田径厂新建案 完工日也延后 长期在火候中心运动的民众 集体向市议员韩世玉陈勤 抱怨封管太久 又没有施工 更没有替代方案 要做这个建筑物的补强的部分 那替代的方案 有没有想到 因为也都四个多月五个多月 要运动的要打球的 那都没有任何的替代的点 那我是觉得身为一个政府 你本来要做一样东西 你替代的点要帮人家找好 你要拆人家的房子 要拆人家的地方 当然是我们市政府的地方 两个市民应该下面那个盖好之后 这个再动 要不然各位 我们要跑多远 跑到安乐区 最近 跑到暖暖区 很多人跑到台北区 各位 在地运动 在地运动很重要 到场会刊的教育处人员说 施工前协调时间比较久 造成民众不便 深感抱歉 工程会在1月5号就会动工 也会尽数寻求一些室内替代场所 提供民众休闲 市民环中心的这个工程 其实早在105年之前 就有做过这个结构鉴定 那确实技师建议这边是需要补强的 那也透过这几年的经费争取 我们向体育署争取到了 大概5000万元的经费 所以来做一个补强工程 还有球场整建的工程 无疑就是希望带给民众更安全 更舒适的室内空间 那在过程当中一定会造成民众一些不便 那这边也是为了让民众未来 可以有更舒适的空间来做一个使用 那因为内部的还有一些市府单位进驻 所以在整个施工的协调期间 会稍微比较长一点点 那这也是牵涉到整个行政空间的挪移 还有内部这些器具的清理点交等等 那目前我们都已经完成前置的协调 预计会在1月2年的1月5号正式施工 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可以看到 我们体育场也封 然后我们这个市民活动中心也封起来了 那打网球的爱运动的好朋友们 室内的场馆真的没有任何地方了 我们等于说信义区的很多运动民众 被迫要去外区或者要去台北来去做一个运动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整个市政府来说的话 一定要好好的深入的去做监导 我们要施做任何一项工程 我们必须要先想好配套做事 而且要先做好协调的工作 我觉得这一块才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政府 市议员韩世宇表示 活动中心8月就封管 11月才取得建造 不希望市民活动中心变成顺利田径厂2.0 要求一定要盯紧施工进度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